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白桌虾凉拌八烧和凉拌螺肉 酱油水花蛤 酱油水小馆 酱油水杂鱼等等等等 哎呀 我这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那这梁师兄呢 他都说过 就是免人善制海鲜 当推独步 那这到底是怎么个独步法呢 今天呢 咱们就来说说福建的海味 那先去看看福建最有名的小吃 鱼丸 鱼丸是山珍和海味相遇的产物 是属于福州独特的味道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丸 对福州人来说 不仅仅是一碗美食 一种传承 更是一种福气 我叫林华辉 我是福州大福星鱼丸 制作记忆的传承人 我们是从解放初期就开始 制作鱼丸这一块 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 从我十五岁开始 我就在接触这个鱼丸 那时候我对鱼丸这一块呢 并不感兴趣 那时候可能因为年纪小吧 总喜欢到处东奔西跑 我也尝试过去当歌手 到最后呢发现男歌手 好像不是很好做 没有办法又得回去 去继承家里的这个鱼丸事业 我也是偶然放相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福州人呢 对鱼丸这个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有一句话叫做 无鱼丸不承袭 鱼丸呢 看起来是很简单 它其实它是一个技术活 其实鱼丸呢又称鱼包肉 特色就是外皮是用鱼来做 然后呢肉馅是包在里面的 鱼丸的食材呢 水用非常的讲究 这个鱼一定是要 我们这个淡水跟海水交接的 这种轻盲 你看这个鱼丸呢 要不要给他一种鱼啊 一把脚用鱼丸啊 一把脚用鱼丸啊 我踏了 一把脚用鱼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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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脚用鱼丸 你用我的鱼丸不不来哦 脚用鱼丸 今天吃起来有什么鱼丸吗 一个是我们看它这个条状 还有一个看光泽 第三个我们是我们的味道 我们这个鱼的味道是非常的清甜 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坚持在这边买鱼 买了有十几年了 鱼采购回来 在前期处理的时候会经过一些回答 就把它那个鱼肉里面的一些小细刺 都给剔出来 第二个就是打姜先把鱼肉剁成鱼蓉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那个肝里面 搅拌的过程当中加入蛋清 加蛋清之后这个口感它会变得更加嫩滑 也会增加弹性 搅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再加入少量的淀粉 再搅拌均匀 我一直坚持用手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我用这个黑猪的后腿肉 把它剁成肉泥 我们再加入这个酱油 糖 葱花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包一碗我闷着它是手上抓一把姜 然后把它这样慢慢摊开 把这个肉抠下来 放到这个摊开的姜里面 然后呢用这个虎口转过来 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靠我们平时 多年以来的这个经验 还有靠这个手感 我们煮一碗呢 首先是一定要把这个水烧开 完全烧开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碗捞起来 放到这个热水里面去 它这个味道很好 头烧老品牌的 它的皮比较Q糖 韵料很足 我们福州的鱼丸呢 其实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然后很多人到现在 其实他还真正不懂 什么才是正宗的福州鱼丸 所以说呢 我一直在做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 用最淳朴的这种手法 这种工艺去做这个事情呢 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福州鱼丸传承下去 要知道对于福州人来说呢 鱼丸啊 那是他们一生的挚爱 无鱼丸不成席 他不是说说而已的 那在以前物资匮乏的这个时候呢 这福州人在参加完洗宴之后 他都会拿着一个小包裹 你要放到现在 这里面那肯定是洗糖 那没跑了 可是那时候里面装的却是鱼丸 而且呢 还不是普通的鱼丸 一个呀 那得有拳头大 除了吃鱼丸 这福州人对于用鱼丸打破世界纪录 那也是乐此不疲 啊 今年的五月份 这个福州包新鱼丸呢 再次刷下了世界纪录 那这颗最大的鱼丸啊 重五百五十七斤 直径呢八十多厘米 用了九个多小时才煮熟 那有人就会问了 说这福州人这么喜欢吃鱼丸 他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 过去呀 这个福州的渔民的出海打鱼 经常会遇到台风 有这么一次呢 这渔民们又遇上台风了 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 只能把这渔船呢 就开到附近的一个岛上去避风 可是呢 接连几天这风雨呢都不停 那吃什么呢 那只剩鱼了 可是天天吃鱼它会腻呀 哎 这时候呢 有人就发现 后仓啊 还有一点地瓜粉 于是呢 他灵机一动 把这地瓜粉和这个鱼肉呢 捣烂 就捏成了一个个的小丸子 就放到这水里煮 哎 这就是福州鱼丸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啊 出海 那这有风险的 那同样是海滨城市的宠武 他就有一句俗话说呀 说出门就想丢掉 入门就想捡到 讲的呢 就是这里 常年出海谋生的渔民 啊 因此啊 说这里的人们最重视的 那就是平安顺利 一家团聚 他们连吃呢 都讲究圆满 您看 投缘 伟缘的这个宠武鱼卷 哎 那就成了逢年过节 家常喜宴礼 必上的 头盗菜 我们这边是海边人 人家说的计划 就是说吧 烤盘 没有三天 我们这边的故事 会做一点同舞鱼卷 判断一个团圆的运势 所以说鱼卷在 我们从事一个 极强的一种运势 比较势 还有一个 一个 我们的就像 都南颂 有一个 这遇到 我们的 城牌 也有提供 喂 你看 虎 你众子不接什么 你接什么 我跟水材和鱼鱼 是竟然跟你吃 好啦好啦 哦 反应 哦哦 咱们 好 我叫祥瑞芳 是祥州市瑞安县崇武林 我是崇武漁獎的第一批全生人 我們的老祖宗叫閃鼠宮 那時候在冥韶的時候跟俄寇在打仗 糧食比較稀滑 他是把海峽的這種芭蕉做水乾糧 每次跟俄寇在打仗的話都是打勝仗 感覺到是這個儀獎的話很吉祥 所以說儀獎就是一直在算到 已經有地板的點的意思 在我們這邊海峽的老漿比較多 那補漿當然是比較豐富的一種 把教育的應該來說是最好的種作品 的一種材料 小時候的話我老爸是我們這邊補漁的船老爸 那時候我13歲就是跟著他到海上是補漁 二十歲的時候我是到福州那邊是讀騙練 畢業出來的跟人家辦九十的話 人家都讚賞 說綠方裡做的儀獎真的很好吃 儀獎的Q度的話 你絕對要攪拌 把它離開攪拌有一點黏度 這樣可以加蛋鮮 加地瓜粉 三成六 馬皮輕鬆 儀獎的話 最實碼的話 也要打個半個小時以上 但是看技術 如果是打不好的 幾個小時都打不起來 現在你看我這個 這個儀獎的黏度跟Q度就好了 那個時候他十早攤貼的都很辛苦 但是他連在十夜我都很高興 自己他一家連在一起 這個可能就幸福了 因為愛家愛婦會做 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說剛要做這個儀獎的話 真的很辛苦 但是很開心 家人都一直在繼續 一直在黑板的聲聲 默默地跟我一直 共同在努力地做這個儀獎 這個儀獎 本身剪成這個長條鑽 對的就是欺貪一個 可言尾言 喪喪喪喪的意思 是 來來來來 再四個改給拍戲 給我來這裡 來來來 來來來 哇 都來來之後 你都感覺很好吃 說實話的 做了二十多年的儀獎 一年比一年好 我很感謝 我們老祖公留給我們這個 好貴的這種所藝 從畏儀獎 就是一個吉祥物 所以说这从无意见 就是一个信物 片子里钱瑞芳希泽的打扮 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其实他的打扮 那就是当地妇女 慧安女的独有装束 封建头 这个头部包裹得很严实 民主度 这肚子呢 它又露在外面 节约衣 这上衣呢 短的连这肚脐 它也没遮住 浪费裤 是说这个大统裤的 这裤脚啊 有将近半米块 您看 封建与民主 节约和浪费 在这群慧安女的身上 是有机的结合了 那除了这个服饰奇特呢 慧安女啊 更出名的 那是他们的吃苦耐劳 男人呢 出海打鱼 他们就在家啊 耕田下地 织网裁医 成了家里的主力军 像慧安的男子那样 每天都要出海捕鱼的人啊 在福建那是数不胜数 那刚刚呢 我们也说到 出海 这危险性啊 很高啊 那古时候的渔船呢 它又没有现代 这么多先进的仪器 能够探测海面和天气 出一趟海 它就像一场豪赌 那么再加上明清时期呢 它实行海禁政策 特别是清初的时候 那是寸板不许下海啊 哎呦 这可把老百姓给挤坏了 那福建的地少人多 你光靠耕种的根本没法养家糊口 那怎么办呢 哎 这渔民们呢 他就想出了一个好法子 养殖海产品 到现在呀 这福建的海洋养殖业 可谓是遍地开花 甚至呢 还评出福建海鲜界四大天王 鲍鱼 曼鲤 紫菜 南美 白对虾 可别小看这海鲜界四大天王 它不比真的天王巨星厂 样样 它产业链的产值呢 都破了百亿 这下看出吃货们的战斗力了嘛 不过呢 要说这海上的贸易啊 那就不得不说这海上丝绸之路 陆地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呢 大家都知道 从路上这个丝绸之路传来的东西呢 一般它都带胡字 比如蝉豆 那就被叫做胡豆 黄瓜当时呢 被叫做胡瓜 大蒜呢 最初啊 它是叫胡蒜 当然了 还有名字保留至今的 这个胡萝卜 胡椒等等 而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东西呢 大多它带羊字 比如洋葱 羊酒 那还有让这个中国传统菜系产生裂变的羊胶 也就是现在的辣椒 那也是走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 可以说呀 海上丝绸之路呢 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中国人的食谱 甚至是饮食习惯 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哪呢 就是福建的泉州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去泉州 领略一些那类的美食 福果这种东西啊 全港每家每户 基本上会做 我们家做了一百多年 几代人的味道 一直不去更改它 我没有做过其他工作 就是一直卖福果而已 大住宅旁边 喂 你好 十个福果是不是 就是大住宅旁边对不对 我是庄培边 我母亲是全港福果的 对于传承的 我妈妈手艺跟我爷爷学 我是有看我妈妈一起住啊 我们家追上去的话 都已经五代儿了 我爷爷就在门口炸 然后我就跟着它 就是一起成长 围着它长大 围着这个福果长大 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是在养殖海利 那时候环境比较不好 很辛苦地在生存 我们去收海利 赶紧走 他们已经走很远了 我们赶紧追上他们 我们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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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在我印象里面 我妈每天在海里面帮忙啊 各种工作 各种干 就是一天都忙那个海利 经常会手被那个海利壳划破 还有它在海里面忙的话 一次去都要吃几个小时 这是我们本地的小海利 比较新鲜 放在福果里面很清甜 因为早期没有冰箱的环境下 海利它保鲜是很成问题的 很多有钱人是不爱吃海利的 然后说我们这边流传一些话 叫做地主婆 不吃鹅 用海利的那个原材料 是地瓜粉做的 加上南瓜 高丽菜 葱蒜 加水 调成糊状 老师的鹅肉 吃得很高 老师说我扶着它 早期给员工嘛 我们家因为海利是自己生产的 海利就放了很多 就非常鲜甜 然后用我们的那个福果勺子嘛 然后给它定型一下 放在鱼里面炸一下就可以了 慢一点放 对 福果小王子 小朋友就让他玩得开心就好了 以后长大自然会炸的 就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 我们家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油腻 吃完这个福果 咽口是有灰甜 自己炸的比较好吃 自己炸比较好吃 你觉得自己炸比较好吃 我把它炸了 有没有比你好吃 没有 没有 我出来的时候其实环境已经很好了 因为这都是我母亲 从最辛苦的时候过来的嘛 所以说我是很感激我母亲 她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然后并直到我现在接手起来 说实话我们家是把炸福果 跟我们的生活是融在一起的 一件事情你一直重复做 然后重复了二三十年 甚至像我母亲这种四五十年的 也一点不觉得累 所以说是爱上这个事情 就像那首著名的闽南语歌曲里面说的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福建人在有限的条件里 总能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去奋斗 我想啊这正是源自他们的海洋思维 那就是在风险浪及水深的地方 往往也就是出好鱼的地方 那这样的冒险精神呢 几乎是刻到他们的骨髓里面去了 那在许多中原地区 人民还不知道大海是什么的时候 先秦的南越人呢 就从泉州出发 开辟出了南海丝绸之路的出行 到现在呢 遍布世界各地的闽伤 那也证明了福建人的冒险 和不服输的精神 那正是这种精神呢 让福建人享受到了大海的恩赐 享受到了各种让人垂涎的美食 好了今天的分析美食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见 咱们下周四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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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周四同一时间